她说她要来娶我的 一定是在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 她会来的 小婷 子豪她 不能来了 她不能来了 为什么她不能来了 她死了 爹 爹 你看看 这是喜帖呀 怎么了 新郎黄子豪 新娘王小婷 爹 小婷要嫁人了 新郎却不是我 你说这欺不欺人哪 算了吧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拦也拦不住 一切都是个原字 你该祝福他们俩 有情人终成眷属才对呀 那 不过 我对这个黄子豪倒是很好奇 开城三催四寝都请不动他 现在 居然又抢走了你心爱的女人 他真是有本事啊 爹 我都该急死了 你就别再说风量话了 要终 男子汉大丈夫 要提得起放得下 不 我再也找不到 像小婷那样吸引我的女孩子了 我还没来得及 你却正是追求他 他居然要嫁人了 爹 你就帮帮我 去求求姑姑 请姑姑出面 或许这事 还有回转的余地呀 这事你姑姑怎么能插手呢 爹 我们就试试吧 说不定 姑姑真的有办法 皇亲 凯诚一向听姑姑的话 说不定 凯诚真的会阻止他们的婚事啊 要终 这事不能 爹 难道你就忍心 看着儿子孤寡一辈子 让我们老温家绝后吗 你们这不是为难我吗 姑姑 就说你不同意这门亲事 浚刚和凯诚不会不听你的 他们听我的有什么用 要结婚的是子豪和小婷啊 而且人家日子都定好了 连帖子都发了 我再有本事也插不了手啊 都怪耀忠 喜欢人家也不积极一点 这不 让别人给杰族先登了 就是啊 要是你早点让我知道 耀忠喜欢的是小婷 我好歹也会向着你们 可是现在 耀忠啊 这也怪你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当时正忙着筹备办事处 连追求小婷的时间都抽不出来 哪有时间来告诉您 况且 凯诚又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 他会促成我和小婷的婚事啊 凯诚的话怎么能信呢 他呀 简直让人失望透顶 妹子 凯诚他真的有你说得这么糟吗 我对他是彻彻底底的失望 要不然我怎么会把郑刚叫回来接掌弘迹呢 你要郑刚回来接掌弘迹 他 他答应了吗 他还在考虑 要是朕刚回来 凯诚 你怎么安排他 像他这种人 要不是念在他是佩琪的丈夫 是嘉辉的爹 我早就把他赶出门了 要是朕刚回来 只要佩琪同意 我就让他跟凯诚离婚 让佩琪和他离婚 妹子 这 这妥吗 为了洪家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要是继续把他留在家里 谁知道他以后会捅出什么娄子来 说不定啊 这洪家都会被他毁了 这么说来 凯诚是留不住了 绝对留不得 留下他视养虎为患 等郑刚一回来 我立马叫他走人 你说什么 要是朕刚一回来 就让我立刻走人 这话你听谁说的 当然是我姑姑说的 我娘说的 他 是我娘亲口告诉你的吗 他告诉我爹 不过 我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 怎么了 你有些紧张了吗 我 我娘不会这么对我 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他 你也别太生气了 你也别太生气了 天无绝人之路 只要你想办法阻止 紫豪小婷这门亲事 我就把我娘口的股份 分一半给你 就算你被洪家赶出大门 有了这笔财产 你也不愁吃穿 日子还好过得很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温耀忠从不陪人 你不愁吃穿 我一定尽全力 阻止这门婚事 是 佩申 小婷 来 雨球 你先带孩子进去 哥 你来 有事吗 我来找正刚 商量点事 真不巧 正刚出门了 你要不我 王开诚 你来做什么 是这样的 我想来跟你们商量一下 小婷跟子豪的婚礼的事 好吧 坐下说吧 请 王掌柜 您愿意成全令魏和子豪的婚事 我太感激了 谢谢您 王师傅 以后我们可是自家人了 您千万别这么客气啊 这桩婚事 你有什么意见 请说吧 我过来想征求大家的意见 看这门婚事 能不能再缓一缓 再缓一缓 这请帖都定了 日子也定了 我想请问你 该怎么还呢 其实 这桩婚事 你在娘面前亲口答应了 我们就别再节外生枝 让婚事好好进行吧 掌柜的 我知道您舍不得令妹 你放心 我和子豪会好好对待小婷 不会让她吃半点苦 既然大家都不同意 我也只好认了 不过 子豪 你可是刘过阳的人哪 我觉得这门婚事 理应用西式的婚礼 才符合你的身份 西式婚礼 对啊 坐礼车穿白纱 这多风光啊 上海现在都流行这一套 大喜的日子 穿什么白纱呀 挺慰气的 黄师傅啊 这叫文明礼仪 再说了 这白纱代表的是纯洁 神圣 子豪 你说对不对 是 没错 杨人结婚 是穿白纱的 可咱们是中国人 我想不需要学洋人的 那些规矩吧 其实西式也好 中式也罢 最重要的是 小婷是我唯一的亲人 虽然一开始 我并不赞成这门亲事 但她既然要嫁了 这婚事 可千万马虎不得 我同意她的说法 这婚事 一定要办得风风功功的 是啊 小婷 你想想 如果是中式婚礼的话 要坐轿子 你要顶着凤冠侠配 坐在轿子里摇啊晃啊 多不舒服啊 如果是西式婚礼的话 你只要在家 等子豪开车来接你 这样多舒服啊 我 那好吧 我们就改成西式婚礼 子豪 小婷 这是我们一生 只有一次的婚礼 我希望你办得风风光光 体体面面的 可我们不是就在这儿 结婚吗 根本不需要什么花轿 或礼车呀 对呀 小婷这么一说 我才想起来 小婷就在这儿结婚 不需要这些东西啊 怎么可以在这儿结婚呢 最起码 小婷得先回家住下 结婚当天啊 让子豪亲自到我家来接她 这样才对嘛 哥 小婷 难不成结婚前一天 你还要跟子豪 同住一个屋檐下不成 这话传出去的话 有多难听你知道吗 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要为哥想一想 为死去的爹娘想一想啊 小婷 王展会说得没错 这么做 对你也较为公平 不 我反对 我反对小婷回家去住 怎么 你不相信我 你怕我会对小婷 做出不利的事吗 就凭你的为人 你觉得 我会相信你什么呢 子豪 这么说 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再怎么样 也不会对我的亲妹妹下手吧 子豪 不 我们应该听王掌柜的 毕竟他是小婷的兄长 我们应该尊重他才是啊 爹 子豪 就这么办吧 小婷毕竟是他的亲妹妹 他不会有事 那好吧 不过要等新婚前一天 才让小婷回家去住 好 就这么定了 小婷 你就等着哥哥 我给你办一场 风风光光的婚礼吧 年轻党 毕竟是 només 我们没办法 这里头发 Shang yêu 哥 怎么 还在看婚纱啊 明天就要结婚了 我心里轻飘飘的 像做梦一样 所以想看看婚纱 能增加点真实感 傻妹妹 怎么样 怎么样 哥给你选的婚纱 你还喜欢吗 嗯 很美 谢谢哥 客气什么 我们是兄妹吗 哥再问你一句话 你真的非要嫁给皇子豪吗 哥 都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问这个话 我知道问了也是白问 明天一大早 红家就会派人过来帮忙了 这婚事怎么样 也取消不了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又何必 我认识 你也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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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改变一些事实 可能这些都是命啊 有些事情 是改变不了的 哥 难道 难道你要我回来住一宿 难道你要我回来住一宿 是为了要劝阻我和子豪的婚事吗 你想多了 爹娘过世的早 咱们兄妹俩相依为命直到现在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是你唯一的哥哥 你要知道 哥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四毫人不错 可是家事背景 与你并不相配 这也是哥阻止你们结婚的 真正原因 不过 你明天叫结婚了 说什么也没用了 不过你要记住一句话 哥不论做什么 都是希望你更好 希望你过得更幸福 你知道吗 哥 我知道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希望我嫁个好人家 不过你放心 子豪他一定会对我很好的 人一辈子短短几十年 一眨眼就过去了 家境好坏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快乐 要自在 那样生活才过得有意义 你说是吗 人一旦没有了钱 生活都过不好 还谈什么快乐 哥 我今天不想跟你争论这些 我只想说 等我出嫁以后 希望你能好好做人 不要辜负亲家母对你的期望 如果你真要出了什么事 我也帮不了你 你不能辜负爹娘对你的期望啊 哥没事 你放心吧 哥没事 你放心吧 倒是你 我怎么样 你怎么不说下去啊 没什么 总归一句话你要记住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 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你一定要知道啊 夜深了 你早点睡吧 哥也回去睡了 我也 하지他 我早点睡吧 你应该呗你 还要睡了 我是不是 你还要睡了 你还听不着 你还要睡了 我还没睡了 我还会睡了 你还会睡了 我还会睡了 你还没有睡了 我也不睡了 我还不睡了 奇怪 我怎么心里惶惶的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 桂爷 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 是不是有什么吩咐啊 小声一点 注意听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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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爷 您 您的意思是 照我的意思去做 千万得小心一点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你的命也保不住 听到没有 听 听到了 去吧 别无事 桂爷 您放心 我会处理妥当 保证万无一失 您 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自豪 绑紧点 路上风大 好 好 娘 车好看吗 大汽车 娘 明天叔叔就是要坐这个大车去接新娘吗 对 明天叔叔就是坐这辆旅车去迎娶小婷阿姨 娘 坐这么大的车一定好好玩 那明天能不能让我也坐坐呀 那怎么行啊 那是新娘子做的 你怎么能做呢 平平 快跟邱姨进房休息吧 平平 走吧 来 安安我抱 来 明秋 要是紫豪和小婷能生几个像平平这么乖的孩子 那该多好啊 会的 黄师傅 将来您的孙子孙女肯定要比平平还要优秀 就是啊 紫豪和小婷都那么优秀 他们的孩子一定非常出色 谢谢二小姐 二师傅也夸奖 好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早起接新娘呢 黄师傅 该休息了 好好 来 走 你先进去吧 我们也进去吧 我待会儿进来 你说回去吧 lower packages 鳞 ey 词 词 这一天我终于等到了 你娘她要是活着 看见你要成婚了 心里该有多高兴啊 爹 别说了 从小娘就疼我 如果现在她还在 看我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肯定会欣慰的 想当年 我和你娘送你去留洋 你走了以后啊 我担心的整天睡不好觉 你知道你娘这么说的吗 不知道 你娘说 要相信自己的儿子 爹 你和小婷 一定要白头偕老 不辜负 我和你娘的期望 爹 您放心 我和小婷 一定会相知相守 不离不弃 好 这就好 我们就在苗记 过着平和安乐的日子 过着平和安乐的日子 我不求荣华富贵 只求 您能寒仪弄孙 安享天年 我就知足了 你这小子 可别拿话来哄你爹啊 爹 您放心 我说话算话 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再收一收 别呼吸 小婷家这肉啊 快好了快好了啊 忍耐一下 好嘞 好了好了 这文明结婚 可真让人受罪啊 这婚纱崩得我 快喘不过气来了 忍耐一点 人家说呀 女人这一辈子 最漂亮的那一天 就是当新娘子 所以你今天 要特别地端庄 笑容要随时挂在脸上 知道吗 知道了 亲家母 多漂亮的新娘子呀 小婷啊 嫁人以后呢 要好好地相夫教子 好好孝顺公公 懂吗 知道了 谢谢您 亲家母 谢谢您的提醒 也谢谢您的帮忙 以前我太任性 太不懂事了 对不住您的地方 请您原谅 都是过去的事了 还提她干吗呢 只要你过得好 我就开心了 快 该把头纱带上了 小马一大早就去了苗家 这会儿啊 离车肯定快到了 小婷小姐啊 我帮你带上头纱 来 小马 小马 子豪哥 子豪 今天你是新郎官 得坐到位子 瞧吧我们新郎官急的 郑刚 你也快上车吧 要不一会子豪 要自己开车冲到王家去了 我知道了 黄师傅 我们走了 路上小心啊 小马 这子豪性子太急 你别理他啊 慢慢开 千万别贪快呀 知道了 爹 你赶快回屋吧 我又不是回不来了 子豪 呸呸呸 大喜的日子 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王师傅 你放心吧 我一路上会盯着的 你和佩山安心进屋吧 路上小心 小马记住了 千万别贪夸呀 好 知道了 爹 快回去吧 走吧 小马 开车 等着我们 小心点啊 小马 快回去吧 二少爷 看我这领带打得怎么样 可以了 已经够帅了 我相信待会小听他呀 小马 怎么了 车子 车子好像有点怪怪的 我说小马 今天你可开得够慢的 你该不会就真听了我爹的话吧 小马 你没必要开这么快 小马 慢一点 小马 踩刹车 刹车 小马 踩刹车了 刹车 小马 快点快点 踩刹车 小马 刹车坏了 刹车 前面没路了 小马 踩刹车 这扇子是得上了理车之后才能落地的 现在落地多不吉利啊 吴妈 快 快把它捡起来 没关系 没关系 百无禁忌 诸邪回避 小婷小姐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吴妈 我有一口气 喘不过来 那 是不是礼服太紧了 我帮你看一下 这脸色太白了 快帮他补点腮红 好 好 这 这枕工他们也真是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 小婷 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等半天了 哥 李车出发了吗 按时辰早该出发了 奇怪 怎么还没到呢 会不会是车子出了什么问题呀 应该不会吧 昨天晚上我让小马检查过了才开去苗家的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哎呀 什么是大呼啸叫的 老夫人 有人来报 李车撞上了山壁 小马死了 这 这 还有黄少爷 来报的人说 黄少爷和小马都死在了半路上 小婷 什么 你 你说死后他 他 他们的车子撞在山崖上 他和小马都死了 那郑刚呢 郑刚他怎么样了 他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郑刚 郑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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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 郑师傅 自豪 我的儿子 小马 派山车 派山车啊 小马 派山车啊 别踩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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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不 这 你 我 都 他 我 你 我 我 報告 她 我 我 你 死定了 子豪呢 子豪人在哪里 没事吧 子豪 他 你怎么哭了 子豪在哪里 他现在怎么样了 你快说 子豪 子豪到底怎么样 你快说呀 子豪就死了 子豪 你说 你说子豪的怎么了 子豪的死了 他和小马都死 我还不敢去看小婷的情况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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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豪 子豪 你不要激动 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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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害死子豪的 要是我不跟他换位子 子豪就不会死 是我害死子豪的 子豪 不是你害死子豪的 不是你 这是意外 子豪 pas 子豪 小婷 子豪 哥 现在什么时候了 子豪的车怎么还不来接我呀 小婷 你 你没事吧 我 我的头纱呢 我妈 快帮我把头纱拿来啊 子豪的车就快来接我了 我们快点准备好啊 小婷 你是不是受了刺激 所以神志不清啊 亲家母 您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都听不懂 母妈 麻烦您快去 帮我把头纱拿来 我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子豪看见我 他一定不会喜欢的 怪了 你们怎么都这样看我 怎么都流眼泪了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啊 哥 怎么了 你不高兴我出嫁是不是 小婷 自豪他 他怎么了 他不愿意来娶我了是不是 不会的 不会的 他说他说他要来娶我的 一定是在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 一定是在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 他会来的 小婷 子豪他 不能来了 他不能来了 为什么他不能来了 为什么他不能来了 他死了 他死了 他已经死了 胡说 子豪他不会死的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你怎么可以诅咒他 小婷 你要面对现实 子豪 子豪出了车祸 他真的死了 你胡说 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 子豪说过来娶我 他就一定会来的 一定会来的 小婷 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要勇敢地面对 不 子豪说他不会让我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他会陪着我哭 会陪着我笑 还会到树上帮我捡风着 他一定会来的 一定会来的 小婷小姐 里车撞到山壁上 他真的死了 小婷小姐 你醒醒吧 王少爷 他真的死了 不 不 你们骗我 你们骗我 他没死 他说过 他愿我一辈子都陪着他 他不会骗我的 他不会骗我 他不会骗我的 他不会骗我的 子豪真的出事了 子豪 在殷居里的路上 发生了车祸 他真的死了 在引起我的路上 出了车祸 死了 子豪 小婷 你冷静一点 子豪他已经死了 我要去看子豪 我要去看子豪 你冷静一点 他已经死了 是 你 你 小婷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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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么 传奇言误 那就去洋人那疏通一下 那是天灾 又不是我们的错 找合约走 我管他什么合约不合约的 对 不赔 就这样 王凯成这小子说要阻止婚礼 阻止个屁 根本就是在耍我 要终 爹 什么事让你发这么大的火 没 没什么事 要终啊 公归公司归司 男人要以事业为重 人家要结婚了 你既然喜欢他 就应该要祝福他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地在这儿发火 爹 我是 少爷 少爷 老爷 晓晓 什么事 老爷 皇帅的礼车出车祸了 车祸 小婷他怎么样了 他没事吧 你快说呀 小婷到底怎么了 他没事 礼车还没迎娶到王小姐 老爷 就在山路上出事了 红二少爷身受重伤 小马和皇少爷全都死了 你说什么 皇子豪死了 没错 你老实说 车祸是不是你干的 什么 你说车祸是我干的 好歹我也是你妹学 这样的事我怎么会做呢 你答应要阻挠这场婚礼 皇子豪的礼车就出了车祸 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 出车祸有很多原因呢 你以为这么深 想让车出事就出事吗 哼 懂车的人都知道 只要在刹车上动手脚 王凯昌 我警告你 这事不是你干的就好 要被我查出来是你干的 我可跟你没完 那你要怎么样 跟我没完没了 我要你阻止这场婚礼 并没有让你去杀人 如果真是你在车上动了手脚 害死了两条人命 你说我能放过你吗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揭发你 揭发我 没错 我要揭发你 我要让你受到国法的制裁 让我受到国法的制裁 温小忠 别说这事不是我干的 就算是我干的 也是为了你 要不是当初你威胁利用我 小马会死吗 皇子豪会死吗 你揭发人 应该先揭发你自己才对 你 原来这件事真的是你干的 王凯昌 你好歹毒啊你 我歹毒 却是败你所赐 你 好了好了 我不想再跟你这样争吵下去了 我再重申一遍 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跟我没完没了的话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这件事 我会查个水落石出 我不会让你逍遥法外 好了 与其吵下去 还不如跟我一起回家看看小婷 现在正是小婷最脆弱 最无助的时候 也是最需要人关心帮助的时候 我劝你啊 还是到我家去劝劝他 接近接近他 王凯昌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我温耀忠不是那种趁虚而入的小人 这种卑鄙无耻的事 我根本不需要去做 那想怎么样 当初要追小婷的是你 要我阻止婚礼的也是你 现在皇子豪死了 你还想耍赖不成 那是我的事 我告诉你 要我踩着别人的尸体去追求爱情 很抱歉 我办不到 好 你清高 你行 这句话要是皇子豪听到的话 说不定 他会在地下为你鼓掌喝彩呢 王凯昌 皇子豪的死 最好与你无关 他真是因我而死 我这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 你会有报应的 为什么我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人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 可恶 好端端的 子豪怎么会出车祸呢 好好地一桩喜事 变成了丧事 真是不随人愿哪 娘 今天是小婷和子豪的大喜之日 您刚才说什么丧事啊 不提也罢 这种事情 每提一次就多伤心一次 阿淳 阿淳呢 你把喜兰拿进去吧 娘 怎么回事啊 怎么把喜兰都拿回来了 大小姐 今天小马开车撞上了山崖 他和皇少爷 都不幸丧生了 子豪和小马死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娘 真是天度英才啊 子豪那么年轻 又这么有才干 这命怎么这么薄啊 怪了 小马坐了这么多年的司机 开车一向很谨慎的 怎么会在大喜的日子 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对了 娘 小马怎么会去帮子豪开礼车呢 这是凯诚的主意 他说要闻名结婚 要西式婚礼 他要让小婷 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往凯诚处的主意 这怎么可能呢 凯诚不是一直反对小婷 和子豪成亲的吗 他怎么会出这样的主意呢 娘 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那么简单 说不定这场车祸 跟开车有关